台灣的社會是個非常的多元化 那麼太陽花的學運能夠弄得這樣轟轟烈烈 我想也有一個社會的支持的基礎 當然了最主要是福茂協議的過程是有瑕疵 之前沒有溝通的太清楚 那麼之後在立法院的通過的手續 再沒有按照民主的程序所以引起了詬病 那麼太陽花學運我覺得大家要看到 今天台灣社會的氛圍 以及整個政治的風貌改變了 過去我覺得作為一個執政黨有絕對的權威 它可以代表政府去跟外面跟北京談 那麼過去跟大陸可以說是 做了有十多項的協議 那麼這是馬政府的政績 也是馬英九執政以來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但是經過這一次太陽花運動 馬政府對於兩岸的問題 我覺得它會更小心 更謹慎 如何讓台灣老百姓能夠跟得上它的步伐 能夠事先的溝通 事後的認同 這都是非常必要的一個步驟 我們從具體的一些細節來看 比如說國民黨跟民進黨這兩邊對於這個學運運動 是怎麼樣來處理的 包括我看到一些媒體有指這個民進黨 當然是戰造學生這一邊的 而國民黨就有人呼籲說 不要讓民進黨挑起事端煽動更多的學生來參加這個運動 我想這個運動開始的話 因為學生現在台灣的公民運動的興起 比如說過去的一些活動是公民運動 那民進黨在這次事件之後它也檢討 為什麼它們被邊緣化了 因為過去反政府的任何的運動都是民進黨挑起的 那麼這次是學生自己走出來 然後民進黨認為這個情勢上它可以利用 所以四大天王 三大天王也出來了 但是那時候蘇貞昌曾經在這個場合說 他要當選動算 那馬上受到學生的嗆聲 學生不要這些政黨出來 而模糊了他們訴求的焦點 所以說在這次的事件上 也許這些學生的理念 因為它是抗政府 反抗政府是跟民進黨是相同的 但是在這個事件的本質上 它們並不說受到民進黨的主導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的聲音在講 這件事情這個執政黨跟在野黨 當然執政黨在野黨常常是站在一個對立面 那麼對於福茂協議 其實這個太陽花運動也受到 國民黨的中清代的認同 比如說幾個重要的中清代的縣市長 他們有的都很同意學生的做法 並且要求馬政府要呼應學生的看法 認為學生他的訴求政府應該考量 所以說在執政黨 他一定有部分的支持的聲音 在野黨更不用說了 不過今天我要舉出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說 今天的這個福茂學生運動 當然是學生發起民進黨 甚至有一些財徒的團體認為可以運用而來參與 但事後他們都沒有得到更大的支持 那麼我覺得在這個事件上 應該認清這場運動的本質 而且應該了解到今天台灣的這種政治的風範是改變了 如何讓青年學生他要參與 提早的參與議政論事 這就變成一個大的一個趨向 所以說這些學生們說 我們今天回去將太陽花要遍地開花 我們對政府的監督我們不會減少 所以說太陽花運動的這個歸於瓶頸 但是我覺得裡面台灣社會的這種暗逃洶湧還是存在的 而在這場學運運動中的兩個焦點人物 一個是被推在風口浪尖上 飽受指責的馬英九 另外一個是在平息這場學生運動風波中的王金平 他們兩人在處理這個事情中 又被大家看作是馬王之爭的一個延續版在台灣 是這樣的嗎 應該是的 因為由這個戰爭能夠拖到21天 我覺得中間就有馬王之鬥爭存在 那馬英九從去年的9月爭爭的時候 就要打垮這個王金平 要把王金平拉下立法院的位置 要開除他的黨籍 但是最後就在學生運動的前一天 這個王金平得到法院的勝訴 他保有黨籍 同時當初就跟馬英九告狀的這個檢察總長 黃世民也被判了一年多的刑 所以馬英九在這個事件上他是敗政的 我想馬英九內心有所不服 所以說他對於王金平還是在尋求報復之際 所以說在這次學生運動發展到後來 能夠佔據這麼久的時間 馬英九他並沒有對學生作為一個 比較妥協一個方案來跟學生對談 所以學生沒有辦法接受 而王金平在各種執政黨製造的壓力 要他來解決之後 他選擇了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讓學生能夠和平的撤退 所以說在這個事情 王金平是鞠躬的 而且他的聲望也就上來了 甚至有人說他應該選2016的總統 您覺得僅僅從這一個平息 浮貌風波的這一個事件上面來看 王金平是不是贏過了馬英九 浮貌風波的平息 我覺得這個王金平的政治手腕 是非常的厲害 他這樣做平息了這場學運 而且無下可辭 就是說他現在也可以說是 代表了執政黨去跟這個學生來平息 不過我覺得這個風波並沒有真正的過去 為什麼沒過去 我就還是在執政黨內部 因為王金平被這個法院 他取得勝訴的結果 但是他有一個上述期 那麼馬英九就是執政黨在昨天 就提出了上訴要講 這個上訴就是推翻對於王金平的訴訟結果 那這樣子就是馬王的鬥爭 馬上又面對又激化了 所以昨天有十多位藍營的立委 就聯合上訴馬英九 就說大家彼此放下這些爭議 不要再繼續鬥爭相忍為國 那麼你今天繼續上訴王金平的話 那麼在立法院 你是不是還要繼續審福茂協議 那王金平只要消極的對抗的話 福茂協議又變成了通過無期了 所以說這樣子等於一個 政爭的一個無解也無形中 讓立法院的秩序大亂 更可能拖延了福茂協議的通過 我覺得對於很多普通人來說 大家更關心的是這個福茂協議的 將來跟它的前景 您怎麼來看待福茂協議的前景 福茂協議我想早晚應該會通過 畢竟這是一個對台灣有利的 那麼它對大企業 對金融保險都是有利的 只不過它對一些其他的企業 企業界 美容界等等各個企業 那麼我覺得馬政府 今天能夠有個補救的機制 如何來彌補這些受衝擊的企業 如何來跟這個企業來溝通 我想這都是很重要 經過這一次的風波 我想馬政府應該會尋求補救之道 然後讓這個福茂協議盡快的 在立法院通過 畢竟福茂協議的通過 對台灣長遠的利益來說 是有幫助的 親自主母旅行 親自主母旅行